再來我們看到北投的餐飲 一級戰區 光明路一條街 其實就有十幾家日式餐廳 因為有穩定的人流 所以當地的空屋率非常低 那也因此最近市出的兩戶 這價格都開得滿高的 像是有三層樓透天 摩斯以9千萬賣掉 那對面的陶板屋 也開出1.65億的高價求手 滿滿牛肉片鋪在白飯上 放上清爽泡菜 再灑點海苔絲 簡單一碗日式牛丼就能吃飽 想吃各種口味的日料 在新北投商圈 光明路上一眼望去 就至少有十多家 而現在甚至還有金店面賣出了 熱鬧的北投商圈 很少會有店面出租或出售 不過像這棟 知名的連鎖漢堡店 三層樓 80坪的建築 最近這裡9千萬出售 換算單價高達304萬 不只摩斯賣了9千萬 同一條街在轉角二樓 位置的陶板屋樓店 也在求售 價格更貴 187坪開價就高達1.65億元 畢竟地段為王 附近不到200公尺就有捷運 還有北投溫泉等觀光盛地 防舟透露 已破譯的價格出售 還算合理 普遍金人工人很好啊 房屋也貴吧 正常都蠻久的啊 這樣有什麼 吉野家就應該小時候就有了吧 好像也沒有啊 平常對啊 而且這邊觀光客也是有啊 北投商圈客流穩定 不只店面賣高價租金也是喊上天 像是這棟在北投中央南路上 鬧區的透天兩層樓 近期出租一樓14.5坪的店面 即便屋齡高達104年 月租竟然還要7萬元 換算單坪就要5000元 創下區段新高價 不過在屋齡老舊這方面 屬於這個北投這個市場上面的一個 建築物形態的特性喔 可以滿足喔 像是在地的這些上班族群啊 或者是居民的消費形態喔 因此他願意以這樣的租金去做承租喔 雖然位在台北市中心外圍 但北投商圈有本地客稱盤 又有觀光客加持 也難怪商圈店面炙手可熱 東森財經新聞 劉子騰 王一平台北報導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